各位来宾大家好 欢迎参加这个时段的分享 那在这个议题当中我们分享的是解决 异构加速系统上动态迁移挑战的一些相关实践 那很抱歉 由于行程的原因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分享这个议题 如果后续对于分享的内容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讨论 也欢迎通过邮箱或者是开源社区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 那在今天的议题当中我们主要想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通过分析AI应用跨架构迁移的挑战 以及业界已经出现的一些方案介绍相关的背景 那第二部分会介绍中国移动在做AI应用跨架构迁移方面的一些探索 包括算力原生技术的一些主要内涵以及相关的demo 那第三部分会介绍中国移动正在构建的科学制算装置的一些情况 那我们看到随着AI应用的蓬勃发展 那支撑AI应用推理和训练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除了传统的CPU的这个基础设施之外 我们也看到了像GPU TPU NPU这样不同形态的一个加速卡的算力 那无论是在欧美市场还是中国市场 加速卡算力的这个多样性发展已经成为必然 尤其在中国市场 随着国内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速 以及国家对于各种政策的支持 我们已经看到有多个厂商来推出了 使用于数据中心的GPU的产品 像华为的910B 韩5G 岁源 海光等等 也推出一系列的GPU的这个芯片 那对于应用开发者来说 如果要把应用部署在这样不同架构 不同硬件的这个基础设施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首先各个厂商为了最大化的发挥硬件的这个计算能力 往往会提供相关的工具链的支持 比如说像英伟达的CUDA 像华为的CAN 以及Intel的 OneAPI 那这些工具链往往具有不同的编程模型和编程语言 那同时呢为了能够兼容上层的框架 像TensorFlow和PiTouch 那厂商呢往往也会提供不同的框架的这个分支版本 所以对于一个应用开发者来说 所要面对的是AI框架加工具链加硬件的这样一个端到端的长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工具站 而且这样的工具站呢往往是无法兼容 应用是无法无奉迁移的 所以这就带来了应用开发的一个开发成本比较高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开发维护上面 用户需要学习不同的开发语言以及不同的编程模型的API 那同时呢如果面对异构的算力资源池 由于这种开发部署和迁移的困难性 我们也无法最大化的去利用这个资源的一个使用率 同时也无法去更好的去规划这样的一个资源使用的一个情况 那从硬件厂商的视角来说 往往硬件厂商的软件能力是在不断的应用开发的过程当中迭代去增强的 那由于各个厂商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竖井 它是无法兼容的 能力也无法兼容的 所以各个厂商的生态往往成了独立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各个厂商的生态工具站也是各自为站 所以容易陷入差而不用不用更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基于以上的问题呢 我们也看到业界为了更方便的在不同的硬件架构的芯片 硬件架构的基础设施上面去开发AI应用或者是迁移AI应用 出现了不同的这个跨架构迁移的路径 那首先从框架层来说 我们可以通过统一框架或者是统一某个领域算法接口的方式来简化应用开发 那这种方式往往是通过来标准化约数算子或者是功能接口的方式去实现的 通过形成单一领域的这个接口来提供这个领域的标准化的一个实现的方案 那它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这种接口往往具有非常强的一个领域的局限性 所以它通用性比较差 另外一点呢就是实际上上层接口定义之后 还是需要依赖厂商来进行工具链的二次开发的 所以往往实施的难度也比较高 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探索 像微软的ONIX或Ali的ODLA 就是在这个模型的这个格式或者是模型的这个统一接口 框架层的统一接口方面去开展了一切的工作 那第二条实施路径呢 我们看到了在基础软件层 实际可以通过统一不同异构系统的编程模型 和异构系统的这个映射机制这样的一个方式上面 去做到统一的基础支援层的一个这种快载购迁移的一个路径 那通过形成这样的一个统一编程和统一系统接口呢 因为只需要一次开发就可以实现各个不同硬件资源的 这样的一个适配或对接 往往通用性是比较高的 那在这个路线2当中呢 目前已经出现了像Intel的YAPI 以及我们看到Linux社区的UXL联盟 也在做相似的事情 那第三条路径呢 就是通过硬件层本身去实现 那硬件往往是跟厂商自己的这个 这个厂商的能力紧紧绑定的 那不同厂商不同代机的硬件产品 它的架构类性也不一样 各个硬件产品的性能也各有侧重 那在这一层呢 如果可以通过约束统一的硬件指令级来形成统一的标准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统一逊拟指令级呢 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强的一个通用性 但是呢 它的实施难度是比较大的 因为需要厂商来深度跟要去做一个深度的硬件架构的一个更新或更改 所以其实它的驱动力是比较难的 那通过观察业界对于AI应用跨架构迁移的一些探索 中国移动也在思索自己的一个实施方案 那中国移动提出了我们叫算力原生的这样的一个原生技术 创新技术 那它的核心的理念呢 是在框架和底层硬件之间来构建这样算力原生的基础软件层 如果对标到上一页的不同路径来说 它应该属于路径2 在基础软件层方面去构建屏蔽底层硬件差异型的一个统一抽象 那同时对上呢 能够构建统一的编程模型 转换编译优化这样的一些机制 那通过算力原生的技术呢 能够实现首先是编译和链接的捷偶 那算力原生提供了一个编译工具 能够让上层应用编译生成一个中间性的原语文件 那在部署实施当中呢 通过动态的一个运行时的适配 来调度所需的硬件来进行动态链接 那为了实现算力原生这样的一些构想 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关键技术支持的 那首先第一个关键技术是统一编程模型技术 那我们看到在现有的实践方案里面 比如说像英语达的CUDA 实际上是CUDA约束了统一编程模型的一些算子原语 以及统一编程模型的语言 那CUDA是以C的这种语言为基础来实现的 那如果要是对标到像国产化的寒5G 那用户需要去适配的是Bomb的语言 所以其实要面临的是不同编程模型和编程语言 那在算力原生当中我们通过约束这样统一的编程模型技术 来实现对于混合EQ系统的数据 内核以及并行机制的一个统一编程语言的一个范式 那通过SQL语言的这种格式来达到统一编程语言的一个效果 使得模型能够通过一次编码来实现这样的一个中间原语 来生成这样的一个中间原语型文件 那同时呢 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存在的像类CUDA这样的一些这个程序呢 也可以提供原原转换的一些工具 来使得其他编程模型像统一编程模型 来进行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型的一个代码转换 那第二个关键技术呢就是底层的算力抽象技术 那这个算力抽象是能够屏蔽硬件差异性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技术之一 那在这个算力抽象技术当中呢 为底层多种不同架构的加速硬件呢 能够提供统一设备的这样的逻辑模型 包括内存映射模型 直行模型和指令模型等等 也就是我们说不管底下是NPU还是GPU还是DPU 对于这一算力原生这一层来说 统一抽象成XPU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描述 还形成虚拟的算力设备的机制 以及相匹配的这个系统接口和映射标准 所以才能对于应用开发来说 不用关进底层算力一个差异性来编译形成统一的中间原因型文件 那第三个很关键的技术呢 是算力原生已经融入了各个厂商设备编译器的一个开放式的编译协通机制 那通过融入图算融合的编译的优化方法来形成不同的这个执行策略 来形成能够互相认识的这个算力原生的标准格式程序 来保证跨架构的同时呢 也能兼顾到并行性能 使得性能的这个损耗不至于过大 那第四个关键技术呢 就是在我们说在链接时可以根据不同的硬件来做动态链接 那就要依赖于自行的动态运行时技术 那算力原生呢 为CUDA呀或等等不同的厂商来建立统一的 适配的接口 来实现算力资源的一个动态的注册和管控 同时呢 也形成原生程序 跨架构动态自行匹配的这样的一个解析机制 来支持应用在部署态的时候 能够及时的发生映射和执行 那基于以上的一些关键技术呢 那算力原生这一层 可以向上为用户提供统一的一个编程入口 那向下呢 能够适配底层不同意构硬件的一个适配 同时能够屏蔽这种差异性 实现应用可以做到一次开发 能够跨不同的硬件来迁移部署 那基于以上的算力原生的关键技术呢 中国移动也实现了第一版本的这个基础软件站 我们叫星河 那在第一版本的星河 算力原生的基础软件站当中呢 主要提供了首先是统一的编程套件 通过针对通用程序开发和制算领域开发 那不同的需求来构建这样的一个IDE的集成编程环境 那同时呢也可以支持代码编程和低代码数据流式 编程不同风格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编程的一个辅助工具 那同时呢针对源源转换的这样一个需求呢 那星河算力原生的技术软件站也可以提供 从CUDA到SQL统一编程范式的这样的一键式的转换能力 那在这个夸架构核心的夸架构综合编译器方面 算力原生的这个星河第一版本呢 已经实现了这个夸架构的程序编译 能够无缝迁移嵌入到统一的编程套件 与开发流程高度匹配 高效生成多种策略的这个算力原生程序 那针对不同厂商的适配方面 目前第一版本的星河已经适配了 像CUDA还有华为的KAN 以及汉博三家芯片厂商的这样的一个自身运行使 能够实现这三家厂商的易购资源情况的一个统一感知 算力原生程序的快速加载部署 以及随着一键迁移的功能 那在第一版本的星河里面 目前我们已经针对图像识别视频分析等一些典型的制算业务呢 实现了一键式的迁移部署 那远远转换力呢 远远转换工具的一个转换力达到了90%以上 那在不同平台的迁移时间呢 也压缩到了20秒范围内 那基于第一版本的这个工作呢 中国移动也在进一步结合实际的业务 对算力原生的一些关键技术啊 包括兼容更多厂商的一个这个硬件的一个情况啊 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拓展 来实施更为全面的一个技术验证 那同时呢 中国移动也希望通过标准和开源的方式 进一步去开放算力原生的一些相关技术 那在开源领域呢 我们也希望算力原生可以借助开源社区 来与厂商构同 厂商以及算力AI应用开发者 来构同构建这个算力原生的一个基础的开放平台 那下面是算力原生的一个平台 新核算力原生平台具备四大核心能力组件 一统一编程组件 只能全新统一编程模型规范 开发者可以轻松通过编程语言表达程序中需要加速的部分 不必考虑复杂的底层细节与差异 规范不仅停留于纸面 新核平台为开发者集成主流开发环境 分别针对基础通用程序开发 及制算领域开发 两方面需求开展系统设计 完成传统代码编程 低代码数据流逝编程 两种风格的IDE的研制与集成 辅助开发者完成从编码到编译的全流程开发工作 为最大化保护开发者 已有代码资产价值 加速代码向新能力转移 平台提供从Kuda到SeaCode的远远转换组件 在编程模型及API两个维度进行一键式转换 依托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 可帮助开发者高效开展 已有工程与代码的迁移工作 三 跨架构编译器组件 平台使能全新CMCC跨架构编译器 通过开放的多级转换框架 实现与各厂商已有工具链的对接 进行融合编译 生成无感于多样易构架构的原生程序 全系统护使的同时 最大化兼顾跨架构运行性能 四 原生运行时组件 如示意图中所展示 蓝色部分为新核原生运行时组件 其与英伟达、枯大、华为看、英特尔、汉博等多厂商运行时 构建统一抽象接口并建立灵活接入机制 对易构系统环境、算力内核、内存等计算资源 进行注册管控 完成原生程序的加载、解析、保障计算任务 与本地不同厂商的计算资源及时 自适应互应社随需执行 下面展示应用部署及迁移效果 新核1.0聚焦主流制算业务需求 实现视频分析 图像识别典型制算应用 在英伟达、华为、汉博的三类易构系统上 跨架构迁移部署能力 现在我们可以一键加载所需应用 系统初始化后 可随需部署于任意厂家系统环境 我们可以对应用部署位置使用资源进行监控 同时可随需对应用进行一键迁移 好 以上就是算力原生技术 以及新核算力原生平台demo的一些相关情况 中国移动在持续构建 制算基础设施的过程当中 也在进一步构建 叫中国移动制算科学装置 这个科学装置的一个构建目标 主要是开展制算新技术的一个验证 原创技术验证 以及公共制算创新平台的合作 那在基于北京国际信息港的这个算力资源池当中 中国移动已经提供了多家国产化硬件的一个资源池 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环境当中 我们已经开展了算力原生 跨架构训练以及数据中心无损网络 全交度以太技术 这样的一个原创技术的一个实验验证 那同时基于更大的集团的制算中心呢 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探讨 这个进一步的去提供 中国移动制算科学装置的一个运营机制 那通过与业界的一些合作 来进一步的拓展 AI4Science领域的一些制算领域的探索 那我们也欢迎呢 这个业界的同仁和合作伙伴 通过这个科学装置的方式 与我们开展一系列的创新合作 来推动科学制算领域 在国产化资源池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情况 那以上是这个议题的一个主要分享 那关于这个中国移动制算领域 对一些相关信息或者相关技术的一些情况呢 也可以通过中共移动研究院的公众号 和中医智库的公众号来获取更多的信息 好 谢谢大家